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電視機前有很多觀眾朋友 靖雅妳知道他們很羨慕我的工作 因為他們都覺得 每個人家的房子 新裝潢好的時候我就可以去看 那我覺得我喜歡我的工作 還有一個原因是 我都可以發現一些新的東西 像最近我到很多 剛剛裝潢好的新房子 都會發現像我身後這個造型 非常前衛的電風扇 所以當我知道它是電風扇的時候 我真的很訝異 我覺得很好奇的是 它沒有風扇的葉片 它怎麼有風呢 它的原理非常簡單 因為它的空氣是從 它下面的進風口進入之後 它透過它的馬達去加壓 增加它的風量 然後它的風量倍數其實可以達到 15到18倍的一個 倍增的一個氣流效果 而且我剛剛試了一下 它的出風的這個方式 跳脫以往 它是整個環形的這個出風口 我可以看到它的風很均勻的吹出來 它是利用它環狀的排氣道 將它的風從環狀排氣道流出來之後 那其實它會引起它周邊的這個空氣 增加它氣流的一個效果 那就可以造成它空氣中 氣場循環的一個流動 OK 也因此像今天我們來錄影的時候 我們都說今天好幸福喔 對 因為通常打的燈光是很熱的 對 可是今天我們除了有電風扇之外 我也覺得好像透過這個沒有葉片的風扇 整個空間當中的溫度是更均衡的量 對 尤其當夏天到的時候 我們在開冷氣的同時 我們可以搭配這一台風扇 那它可以讓冷房的效果 達到一個均勻的一個程度 那它可以有效的促進室內的一個空氣循環 那它最大的功能就是 還可以有節能省電的效果 當然相對於傳統的風扇會想起小的時候 媽媽都會千叮零萬主婦 叫我們手不准伸到那種傳統的電子在裡面 不然會被打到 對 所以我覺得有了像這樣子的一台 沒有葉片的電風扇 在安全性上面 對小孩來講應該是更有保障 對 沒錯 因為其實像我們家裡有洋寵物 或是有比較小的小朋友 其實這個無葉片的設計 其實是非常安全的 而且到晚上的時候 我們擔心小朋友晚上睡覺會著涼 那我們可以設定他的時間 跟他的風量 那這樣子就可以讓小孩子 晚上睡得非常安穩 非常的舒服 妳講到這個我就想到 如果提到小孩 除了安全性的考量 妳知道小孩喜歡玩遙控器 對 它魅力把它當成是小汽車 或什麼就塞到哪裡 你就找不到了 對 所以它直接可以吸附在 整台風扇的最上方 對不對 對 沒錯 OK 好 那每次看到這台風扇的時候 我都會想起 小的時候可能 不要講小時候 就是現在好了 如果我們還用傳統風扇的媽媽們 每一個月可能就要把風扇拆開來 對 把它分解 然後把葉片拿去清洗 因為上面已經沾很多灰塵跟毛 然後曬乾之後再把它裝回去 對 現在沒有這個葉片 應該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吧 對 因為以前傳統式的風扇 它會非常麻煩 不管它在清潔或是安全上 但是它現在無葉片的一個設計 其實它本身就 不需要去清潔這個動作 它只需要簡單的去做整理擦拭就可以了 因為我想分享一下 實際的 站在這樣子的一個風扇前面 我感受到的這個風是 徐徐的風一面而來 而且它不是只有 只有吹什麼 我肚子這樣的局部 對 或頭的局部 我反而覺得它的風是我的 整個身體大片面積 都可以感受到它的這個風量 對 沒錯 因為其實它跟傳統風扇 不同的地方就是 傳統風扇我們會覺得說 它風是可能直著 直接對著我們人吹的 而且是一段一段 你吹頭就是頭 吹肚子就是肚子吹腳就是腳 所以你會很明顯的感受 各個部位不同的溫度 對 但是像它這樣子的一個 風扇的做法呢 感覺是一個大面積的風量 很像我們站在草原上 那個徐徐的微風吹來這樣子 渾身覺得非常清爽啊 那種感覺 今天我們看到這個 沒有葉片的風扇 它已經是第二代了 其實早在第一代的時候 就有一些屋主用過 對 那時候我跟他們聊天 我問一下他們試用的心得 每個人都說它真的造型很棒 而且很方便清潔 只是唯一有點小小 不理想的地方 屋主那時候說千雲抱歉喔 你錄影的時候 我不能給你開風扇喔 對 因為它的聲音有點大 對 這是唯一不理想的地方 沒錯 因為其實 很多屋主會反映說 雖然它的造型好看好搭配 但是它的聲音其實 尤其在晚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可能 會有點過於大聲 對 但是它現在呢 它運用了燒音科技呢 去捕捉它馬達的噪音 那所以它可以有效的 改變它氣流的一個動線 那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它的噪音會比第一代 減少大概75% 因此它可以達到風量非常強勁 而且更安靜的一個效果 OK 所以我覺得 它幾乎已經就是完美 沒有缺點了對不對 沒錯 那當然我們要來聊的是 其實我以前常說 每個居家空間當中 屋主剛裝潢好 設計師剛剛幫它 DECO好的樣子都非常的完美 可是當它一些生活用品 好比說電風扇進來之後 整個風格可能就會被影響到 對 可是我這一次覺得 像這樣子沒有葉片的風扇 擺在空間當中 其實完全融入耶 對 因為其實它這樣子 沒有葉片的風扇 它的造型其實非常漂亮 因為它中空式的一個造型 其實像它有時尚的科技感 而且它的顏色呢 它有白色 黑色 藍色 那其實它可以搭配一些空間 其實算是百搭的一個顏色 所以就算你到中間 用不到這樣子的一個風扇 你也不一定要收它 因為在空間裡面 它算是一個藝術品的概念 對 其實在空間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擺飾品 裝飾品 就免去它這些收納的困擾 當然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根據各個空間的屏數 大小的不同 我們在選擇上面也可以 更有評效的發揮 對 沒錯 因為其實每個空間 它的屏數一定都會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依據它空間的大小尺寸 去選擇我們適合的機種 那像我們有挑高的空間 或者是大屏數客廳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建議說 它用直立式的風扇 因為它直立式的風扇 其實它可以調高它的高度 可以升降 而且它環形的出風口 又可以做一個風向的調整 對 當它那個環形出風口 往上打的時候 可以讓這個挑高空間 氣場的循環氣流更好 OK 所以大屏數的空間 適合直立式的 對 那比方說我的客廳的尺寸 可能就是一般這個小家庭 可能是三十坪左右 三房兩廳的配置 那像客廳 或是局部餐廳 比較小的空間 我適合哪一種款式 其實它就適合 像我們身後這樣 駝圓形大廈式的這個機種 那其實它的效能也非常的好 那再來就是說 還有像桌上型的 那它可以針對個人在書房使用 或是說我可以放在我的工作檯面上 那它這樣子一個圓形直立式呢 其實它可以針對個人來使用 是比較方便的 我想今天我跟靜雅這集幸福達人 並不是為了介紹而介紹 而我相信這款風扇 也不是為了設計而設計 它是希望可以讓各位的生活更便利 而我們則是希望讓你在居家空間上面 的生活用品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今天也要非常謝謝靜雅 讓我們一起來這集幸福達人喔 謝謝